10月9日,成都至贵阳铁路迎来通车前的重要节点。 成贵铁路最后一段新闻至贵阳白云段正式开始连挑连事,进入工程验收的关键阶段。 成贵铁路为客运专线,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兰州经贵阳道广州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长约632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成贵铁路采取分段建设,分期投运的方式,即建好一段,投运一段。 其中,成贵铁路成都至乐山段已于2014年12月先期开通运营, 乐山至宜兵段于2019年6月15日投入运营。 10月9日起,新闻至贵阳段启动连挑连事工作。 成贵铁路新闻至贵阳段西起四川省新闻线, 向东京云南省的威信县、镇雄县、贵州省的碧杰市、大方县、前夕县、东至贵阳市。 镇县全长约290公里,新建桥梁160座,新建隧道106座,均为单栋双线隧道, 全长175.6公里,全县共设10座车站。 今天我们综合检测车主要是跑新闻至贵州段进行连挑连事, 今天是第一次,本次连挑连事将近要进行为期两个月左右的动态验收。 我们集团公司总共调动了车务、机务、供电、电务、车辆, 以及通信、客运等十多个部门共同开展这个连挑连事, 对新闻至贵州段的整条线路的功能、还有设备的这个状况和性能 进行这个综合测试以及最后的调试。 据介绍,此次连挑连事试验主要内容包括轨道、路基、桥梁、隧道、 电力牵引供电、通信系统、信号系统、客运服务系统、 自然灾害及义务清线监测系统, 震动噪声等项目。 另外,还将进行速度级往返逐级提速实验。 连挑连事结束之后,我们还将暗途运行。 连挑连事以及暗途运行全部结束之后, 将意味着我们新闻至贵州段达到这个开通条件, 也意味着我们陈桂高铁的全线贯通指日可待。 据悉,陈桂铁路全线开通后, 从贵阳到成都最快2小时50分即可到达。 如连挑连事一切顺利, 陈桂铁路全线有望在12月底开通运营。